系纸多余路面都比较容易军裂路狂不好 系纸修风路81下路面20年没有重铺 军裂严重坑坑洞洞路面很不平 还曾经有机车骑士摔伤 而趁着这几天好天气 公司也进场跑出重铺 28号的下午议员周二林也到现场了解 时工状况好进度 也希望路面重铺完成还给民众平坦的通行环节 下午时间只见大型机具已经进场 先是将破损的路面进行刨除 接着就要诊断重铺 这里是系纸绣峰路81上 因为已经20年没有刨除重铺 路面坑坑洞洞不平行车危险 所以立场也向议员周二林澄清 希望能够协助改善 这居然有那个摩托车来摔倒 以前这两边铺你知道吧 中间有一个勾勾 那个摩托车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所以我刚好那个周一人来我告诉他 他说没关系他就这样政府证据 这样子的一个路面高低落差很严重 两边的道路这样子凸起 然后常常造成我们行经81项 这样子的一个机车骑士跌倒摔伤 那今天也争取到了经费 那短短105公尺的这样子的 30万的这样子路面刨扑 重新铺设柏油带来我们的秀丰路81项住户 在行的部分还有骑车开车的部分过程当中会平顺很多 28号下午进场实作 议员周二林也来关心时工状况还有进度 不过在跨巷口这处 污水下水到孔盖周边也不平整 对骑机车来说还是危险 所以也希望能够纳入重铺 本来我是报公所报的是从这个81项整条 他们有来看渣的时候那天因为我不在 所以我以为是我们这个 这一段可能是不合规定挖铺还是怎样 这个我是不了解 所以只有这一段 所以这段的议员他来看得很不高兴 他说为什么只有铺这一段 那议员可能他也答应我们说以后 他再来争取我们另外的我们再来铺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会看的过程当中 居然没有把前半段 我们的污水下水到这样子的人孔盖 也有一些凹凸不平的部分一起评估进去 那今天还好有来现场看过这样的视作范围 择日我也会在见请相关单位呢 再针对一些不足的部分 我们再来做这样子路面重新的一个跑步的部分 那也见请相关单位以后这样子的一个会看 希望他们再更用心一点 不要有这样漏网吃鱼 总长大概是105公尺 预计一天时间就能完成 整条路便平坦好走 不但居民进出方便 骑车也更安全 九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